为了让桑青有更多机会欣赏杰出艺文团体的精彩演出 张华县政府是举办了艺术巡演活动 首场就选在田尾公路花园表演花木兰 希望让艺文活动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 而巡演的首日就有不少阿公阿嬷是牵着儿孙们来看戏 度过一个开心精彩的夜晚 爹不然我代替你去从军吧 李将军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说木兰真是恭喜你啊 我看这军中没几个人的武功能与你相比 你从军不过才短短几个月 就从小队长升到将军来 都快跟我平起平坐了 李将军你快别这么说 这不都得归功与你的教导和皇上的提拔 为了让乡亲有更多机会 欣赏杰出艺文团体的精彩演出 张华县政府举办艺术巡演活动 首场于田尾公路花园表演花木兰 希望让艺文活动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 增添不同的生活乐趣 我们不仅让我们张华县的剧团 以及街头艺人有表演的机会 我们更邀请我们台湾最优质的剧团 能够下乡来到我们田尾 跟我们小朋友一起来欢乐 在这里办理这么有意义的 儿童节的剧团活动 首先我们要特别感谢县长 上任以来对我们田尾乡 不管在产业方面 硬体建设方面 还有文化精神伦理建设方面 都给我们田尾很多的支持 海波儿童剧团策划巨马 皇木乃也出 借由这次艺术巡演 让乡星们可以多多认识 艺术剧团表演活动 小朋友牵起阿公阿嬷的手 一同参加艺文展演活动 一起推动张华县成为友善热灵城市 记者红卫权张华县采访报道